华尔街日报 伊朗精心策划袭击以色列 布林肯称没有具体证据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华尔街日报真的不嫌事大呀 头版头条评论文章点名道姓 称这一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就是伊朗精心策划的 他是这么说的 说伊朗革命卫队派线人和特工进入到了加沙地带 对加沙地带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 进行广泛的全方位的培训 而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 是几个星期之内完成的 然后给他们指示说 这个仗应该怎么打 然后给他们周密的策划 这个步骤应该怎么执行 这是一切伊朗赞助 伊朗培训 伊朗提供武器的 这说的非常精细 然后呢 华尔街日报呢 还评论说呢 当年苏联跟这个以色列之间 苏联呢 是看着地缘政治 他呢 并不是反对以色列 伊朗的情况不一样 伊朗呢 就说 执意要把以色列呢 给消灭掉 这个是说 伊朗跟苏联的不一样 让那个美国政府呢 完全的重视 说伊朗这个国家不能跟他交往 伊朗这个国家呢 就现在这个政权 必须想方设法的铲除 然后伊朗革命卫队 同样是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的 恐怖组织的这么一个 这这么一个实体 美国呢 需要现在呢 着手的呢 全方位的应对 所以呢 华尔街日报 现在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 这个事儿是不是伊朗策划的 以色列 哈马斯 伊朗本身 现在都这么说 而且呢 这个事儿 无论是以色列 哈马斯 还是伊朗本身 是可以说的 但是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不能随便乱说 如果这个事儿美国说了 这是伊朗干的话 那么美国将如何处理 美国是不是要与伊朗开战 如果美国与伊朗开战 那后果是什么 美国想不想到会承担 如果跟伊朗开战 是不是等于说 跟全世界的实业派伊斯兰教进行开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影响到整个西方什么情况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不可控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里边 它是有一个政治目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真相的目的 真相的情况下 在政治面前呢 有时候呢 是要做出妥协的 比如说这一次啊 以色列说了 伊朗在背后策划 哈马斯说 感谢伊朗的培训与武器 伊朗说啊 就是他们干的 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伊朗对这件事有参与 你说了不算 你没有证据 你要是给我证据 我不相信 必须得我调查 我认为这是证据 否则我不予承认 无论你怎么说都无所谓 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 有点像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人说了 哎你看中国参战了 美国说不是 中国没有参战 那是志愿军 那是志愿军 那不是中国军队 中国人我没看着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比如最近华为 Mate60 Pro 然后呢 麒麟芯片回归 麒麟9000S 你看看美国怎么说的 先是雷蒙多国会的国会作证 说呢 没有证据呢 麒麟9000S 这个7纳米 N加2工艺呢 可以量产 然后呢 美国商务部呢 发言人还说 华为这个手机呢 非常的贵啊 成本非常的高 已经超乎了 就是说正常的成本范围 卖一台呢 他赔一台 所以呢 他不敢往外卖 就这么回事 那你说 麒麟这个芯片 他到底量产了没有 华为的手机 到底回归了没有 无所谓 反正美国 不承认麒麟芯片量产 不承认 华为手机回归 就这么直接嘛 这个东西 就是身段 特别特别的柔软 为什么 务实 为了利益 伊朗也是同样的问题 以色列 为什么说 这是伊朗干的呢 比如说当年 美国想退出 伊核协议 内塔尼亚胡呢 是没少出力 现在呢 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呢 同样 也就是说 想让美国呢 替以色列呢 把伊朗给废了 而且这个里边呢 就有必要给介绍一下 美国和西方的 对伊朗的认知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在美国呢 对伊朗的认知呢 处于极端的两极分化 在美国的强力部门 美国的军方 他们知道伊朗是什么实力 伊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大国 但是呢 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伊朗呢 不堪一击 伊朗呢 内部矛盾很重 伊朗呢 非常的弱 伊朗呢 政局不稳 伊朗呢 马上完蛋了 马上崩溃了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美国应该怎么办 应该主动出击 继续制裁 加码 然后进行对抗 然后伊朗这个整个这个政权呢 他就会崩溃 这就是美国普通民众和西方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的认知 但是伊朗的情况是什么样 美国的强力部门 美国的军方是明白的 伊朗是一个强有力的 自主的工业大国 如果美国与伊朗开战的话 那么就等于说两个成熟的完整体系的工业国之间的对抗 那这样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有多少胜算 他自己呢把握不了 在历史上两个工业国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看到了一战 我们看到了二战 甚至我们看到了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工业国家 而且呢乌克兰虽然工业凋敝 但是最起码也比当年的伊拉克要强多了 所以你看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打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正好是两个工业国在对抗 那美国与伊朗能不能开战啊 美国与伊朗当然不能开战了 因为美国知道开战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美国需要他多少军队需要多少资源去开战吧 这个里边美国对伊朗的认知 西方对伊朗的认知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整个的西方整个的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呢 不了解对伊朗呢 更不了解 所以在这个点上很容易在政策上出现误判 比如说在政策上过度强硬 然后呢强力部门和这个务实的这些部门呢 得想方设法把它圆回来 如果你不能把它圆回来的话 情况呢非常非常的不好 中国之前呢有位著名的军事专家这么说的 美国现在只需要一场贸易战和一场局部战争 就会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贸易战呢2018年跟中国打响了 现在呢美国可见是一败涂地 科技战呢也打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华为的回归彻底的把苹果最新的手机呢给捏了 那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不想看到的嘛 那么美国现在需不需要一场局部战争呢 尤其是与伊朗的局部战争呢 那肯定他不想啊 美国也不想成为发展中国家嘛 假设这一次美国与伊朗开战 大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伊朗他可以自制无人机和导弹 同时呢饱和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你不要忘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是有大量的海军部署 海军陆战队和陆军 这些地方大概有十到十二万人 难道这十到十二万人不要命了吗 以色列有人说以色列可以主动进攻伊朗 可以以色列可以进攻伊朗 但是呢以色列在进攻方面很强 他防守呢 那个小地方他防守防守不住 他主动进攻伊朗 一旦伊朗报复 难道以色列的强敌部门不知道这个事吗 以色列肯定是知道的 那有人说以色列有核武器 是的以色列有核武器 但是你敢用吗 如果你核武器你敢用的那伊朗照样有生化武器 这不是一样的问题吗 关键点是在以色列的战略纵深呢 非常的小 他要是直接跟伊朗开战的话 那情况呢 以色列能不能控制住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说美国如果跟伊朗开战 他的地面部队敢不敢进入伊朗 他肯定不敢啊 为什么 他需要多少地面部队 五十万到七十五万 美国现在还能不能组织像这样 类似海湾战争这样的部队 部队规模了 大概率是不能了 所以美国现在没有这样的国力 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 刻意去伊朗开战的话 那么情况大概率 不是大概率了 一定是战争泥潭 这样的战争泥潭是美国想要的吗 肯定不是美国想要的 美国到时候变成发展中国家 美元红利没了 美国霸权红利没了 美国科技霸权红利没了 那到时候美国成什么了 美国真的成为发展中国家吗 有人问中国该如何超过美国 一种情况下是产业升级 发展自我 另外一种情况下 是把这个对手拉下来 如果美国的人均产值 能从六万美元到三万美元 这样的过渡的话 那么情况对于中国来说呢 想必会容易很多 那么美国如果向伊朗开战的话 这种情况呢 会早一点的到来 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 难道美国会开战吗 肯定不会啊 如果美国开战了 西太平洋他要不要了 别说西太平洋 阿拉斯加他想不想要了 你别忘了 美国现在三个主要战场 我之前说过 俄罗斯战场 中东战场和西太平洋战场 美国现在主动的 主要的这个关注点 就是西太平洋与中国的对抗 而两个次要战场 无论是中东也好 无论是东欧也好 他不想参赫很多 如果他把具体的点放在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话 那么情况呢 对于中国来说呢 就非常非常好了 那这是美国喜闻得见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美国与朗开战 那是微乎其微 几乎不存在的 哪怕有一点像结外生枝的事 美国肯定呢 这一次呢 会把它压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当伊朗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说是伊朗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也说这是伊朗策划的 布林肯就是不承认说他没有证据 关键点就在这块 而且我们也知道 最近呢 美国跟伊朗呢 按通缓取 压成了很多口头协议 这些口头协议的结果是 美国想让伊朗过多的参与一些国际上的原油价格的波动 使得呢伊朗呢 一些石油呢 可以进入到市场 来稳定现在日益高涨的油价 然后呢 这样的事呢 会影响到美国的加息成功与否 美国的经济是否可以软着陆 伊朗知不知道这事 伊朗当然知道这事 伊朗知道这个事 他会怎么办 他会以他的方式 在中东地区呢 给美国出一个难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事 那就是伊朗给美国出的难题 如果这个事 美国不做 会让自己的盟友 逼去对美国的信心 如果这个事 美国做了的话 那很容易就陷入到了这个陷阱 到时候再给美国来一场能源危机的话 那么美国的经济要么不保 美国的美元霸权 会遭到居律大的威胁 那这个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 那么伊朗现在已经把牌打出来了 那美国怎么办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承认伊朗有打牌的权利 不承认伊朗这张牌 就这么直接 伊朗呢 你没有参与 这是哈马斯自己干的 这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事 以色列只要解决掉哈马斯就可以了 对于伊朗来说 你从哪来 从哪回去 我呢 没有证据 证明呢 你参与了此事 你既然没有参与 那么我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回应 这一点上彰显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务实 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身段 关键点背后呢 是美国的实际利益 如果美国不想要自己的实际利益 悍然的与伊朗动武的话 那么情况的后果 不仅呢 他不可控制 另外呢 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想要的 所以呢 美国现在不承认 伊朗呢 策划袭击以色列 很明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很明显是为了自己的经济 他不想看到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 最后导致自己的经济崩溃 导致自己美人霸权 在世界上受到威胁 所以当真相遇到政治的时候 政治考量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家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性定义一下 谢谢大家